见过这么觉得叫醒服务吗 只要插上电源 保准一天精神饱满 起个床都这么别局一格 那吃早餐也不能简单 推出四只创好的肥鸡 撒上自然和辣椒面 再各自插上导电线 然后按下开关 扑吃一声 等烧壶水的功夫 麻辣鲜香的烤鸡就完成了 最后再用灭火气灭火 方便快捷又安全 完事后老头拉下餐桌 一切准备就绪 就拉个泡通知徒弟们吃饭 自动施拉椅 便捷又省地 调料吊着放 要撒什么自己拿 快速地吃饱喝足后 一起伸椅子就自动收 拿走碗喝块 搬起餐板挂墙上 残渣顺着往下掉 最后再抽出水枪清洗下 收拾妥当后 几个班台 餐厅鸟便客厅 简直就是懒人必备的一体式家具 林家四人 专搞电影特技 俗称道具师 什么稀奇古怪道具的全都有研究 老林带着三个徒弟 住在一间大厂房 别看里面破破烂烂 但实际别有洞天 设计出的道具 简直可以玩几天 虽说是道具的发明人 可也是首批的体验者 每天要是一带床 老林就会想尽办法招呼你 什么脑痒痒 谁耳光 甚至是棒锤敲打 物尽其用 无所不能用 就问这样的道具家庭 你想不想拥有 见不这么早熟的女孩吗 脸上化着浓妆 单挂大耳环脚踩小皮鞋 提着音响 迈出六亲不认的步伐 简直就是障碍家族的鼻祖 或许因为太高调 女孩惨遭绑架 道德沦丧的一幕 被一热心市民看见 小姐姐正一感爆棚 立马追上营救 人狠话不多 一个飞车撞进车里 然后充分利用道具车 将这群步伐分子统统干倒 原来这女孩的身份不简单 是黑社会龙头老大杜老爷子的亲孙女 仇家策划这出绑架 就是想威胁老爷子就范 好在热心市民林小龙建议勇为 将女孩安全救下并送回家 老爷子十分感激 亲自上门拜访道谢 还结识了这座电影特技的林家人 老爷子在当地势力滔天无人敢惹 闲暇之际 除了捏捏狗脸 就是爱到书店看些正能量的书籍 只是没想到 上个厕所都能遇害 她老了 不想再卷入什么江湖恩怨 只想保护好孙女婷婷 让其无忧过完这一生 而为了能活着照顾孙女 她脑海浮现出一个计划 几天后 老爷子举办了一个宴会 当着众兄弟的面金盆洗手 表示不再插手社团上的一切事物 顺便宣布了自己的继承人 是两个义子中的小红 宴会进行得很顺利 可突然 一帮人冲出来刺杀老爷子 老爷子被刺中胸口 倒地身亡 就问次不刺激亦不意外 估计谁也没想到 这其实是她联合林家演的一出戏 散播她死的消息 仇家自然也就能消停 哪知她的另一个义子阿伟 突然叛变 因为不满老爷子 没把继承人的位置传给她 所以要造反 老爷子知道阿伟不会杀她 于是拖住对方 让小红保护好自己的孙女 拖着一身伤痕 小红赶到公寓带走婷婷 并在弥留之际 将她托付给林家照看 可没想到 阿伟也带人赶到了 千万不要在人家家里打架 否则你可能会被耍得团团乱 手枪被磁铁吸走 脚底被烟头炸伤 靠近就会被烧伤 诸如此类的道具 多到用不完 就算打不过也不用爬 还有密道能逃跑 虽然还是第一次 这么狼狈地逃走 但小龙不忍婷婷以后 变成孤儿 老爷子也不能不救 于是众人商量对策 先将阿伟引到他们的地盘 等人一踏近 就开启电闪雷鸣 营造恐怖氛围 然后趁其不备 从上方调走老爷子 让爷孙俩重逢再见 室内温馨和睦 室外却炮火连天 接二连三的招数 简直打得阿伟慌忙无助 什么过河拆桥 误处法网 这个地方 简直就是他们特技人的天堂 等阿伟好不容易进入大堂了 却被黑白无常扁得好惨 几个手下根本不是对手 不是被赏老虎的 就是钉板滚一圈 而阿伟除了能打哪都不行 三两下就反败为胜 转头把小龙他们打得措手不及 老龄剑徒弟们快招架不住了 赶紧使出两把宝剑出鞘 差一点点 就能把阿伟打得不尾 但薇亚控制的双剑也好对付 木板一拍就完事 不过他也嚣张不了多久 小龙操控着玩偶 连环出击 把阿伟引到陷阱处后 绳子一拉 妥妥的瓮中捉鳖 这部由迪薇 林小楼主演的《勇闯江湖》 于1986年上映 里面的道具设计和机械制作 哪怕放到现在 也称得上是用心制作 这算得上是你的童年回忆吗